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负责人 在人大会议上宣读工作报告 声称要将国家安全和维稳列为首要任务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说 对维权律师判刑就是他们去年最大的成就之一 然而对于其他冤假错案却只字未提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轰动国际 如今却成为中共最高法院的最大政绩 3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 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中共最高检察长曹建民 先后总结了2016年的工作报告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高工作报告都将监禁维权人士 视为去年工作的最大成绩 打压律师这种行为 只能说是一个最野蛮最破坏法治的一个行为 已经把法治的最后的底线都突破了 如果真正的实验司法独立的话 他那个统治基础就会动摇的 实际上在周强这讲话 那就是完全为这个专制政权保驾不航 什么司法独立 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摆设 现在是摆设都不要了 709案维权律师谢阳 因替底层民众维权而得罪了中共政府 2015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今年的三月初 传出谢阳被刑讯逼供认罪的事实 两高是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的天职 就是维护司法公正 你就这个案件而言的话 你并没有站在维护司法公正的角度上 去对他进行评判 那么两高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不审查这些内容 把这些内容给付了 把无效的证据当作证据 然后判决这个律师有罪 居然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政绩 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在周强身上曾经发生过 几件备受争议的案件 第一就是在周强任职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期间 发生的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 第二在2009年的5月份 沈阳小贩夏俊峰被城管围殴 他在情急之下 以水果刀刺死城管 夏俊峰的家属找到六名证人 证明其被打 但都没被获准出庭作证 第三就是刚发生不久的甲敬龙案 他因为准备结婚用的房子 被村官给暴力强拆 未婚妻因此离开他 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 以设定枪杀死村官 背叛死刑 周强1月14号 在北京对一些法官发表讲话 他宣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 宪政民主三权分离跟司法独立 错误的思潮影响 旗帜鲜明 敢于亮剑 这番讲话遭到北京大学 法学教授贺卫芳的批评 是真正的霍国殃民的言行 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 新唐人记者陈汉黄一美 采访报道 是真正的霍国殃民的言行